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 因为犯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意志 尤尔牧师讲到信仰的托阔和扩展 在尤尔牧师这么多年里 都看到尤尔牧师信仰的进步空间非常大 由起步直至到信仰 完全去到九二三的巅峰 这是一个进步空间 而这个进步空间当中是一个动态 其实这个动态里面 是否尤尔牧师从开始信仰 是一个主动寻找神的人 或者是一个主动付出的人 所以导致你这个进步空间 整天都会有一个扩展和成长 并且能够成长到那个阶段 成为了信仰一个九二三巅峰的标志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在信仰里面 其实我只是提到两个字 就是加增和倍增 早年都有常常提过的 加增和倍增 其实基本上 加增永远是一种平安 稳妥的一种信仰 而很多人都期待 和慢慢都倾向走向加增 但是倍增永远都是 非常冒险灾难色的起头 的信仰 基本上 倍增我们知道 例如百倍增 为主要研究放弃所有这些东西 又或者是回教会 即是大卿性的这三个原则 基本上神亲自带领 记住在历史上 神从来没有亲自带领利家增 祂永远都是亲自带领我们陪增 例如举个例子 我问你 神为何有个right 去使得以色列人拥有加增永远 可能你没有想过 为何要right 因为那个人是八倍 除非祂叫他离开 他们自己的房屋田地 所以当时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倍增的呼召 但是是不是灾难色 真是灾难色 他死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过程当中 他有没有资格拿到这八倍 没有 是他的子女才拿到 是吗 神没有告诉你 神怎样可以洗到脚掌宿陋之地 都可以称给亚伯拉罕 祂叫他离开 搬离搬入父家 那个是家增还是贝增 贝增 不过是主耶稣所说的 这三个贝增当中其中一个 都是八倍 是不是 现在你看看 神每一次所做的 其实是不知情底下 让你走入八倍 是不是 其实神没有不移 但是他要做的话 就一定要用这种的方法 但是石安差不多每一年都搞了一次 贝增 所以很多人就顶不住 跟不住石安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人家是很倾向家增的 就是get used to家增的 他贝增过之后 他都希望念念不忘 都希望是 继续活在家增里面 因为贝增太过危险 太过激烈 变动太多 但是 这个也是 为什么神在启示录 最后1260岁的时候 就给了这三个贝增 因为他太动荡了 你还有什么看书 用什么加增 如我所说 加增一年 一年的奖赏 做多一年 那就一加一 然后再做多二十年 那就再加二十 但是贝增是十万倍 但是很多人的代价不肯 因为贝增牵涉到时代性 当我说时代性 记得主耶稣和彼得说 讲他的八倍之前 第一句是什么 人若为我的缘故 是吗 主耶稣就是那个时代的方向 就是那个时代给到方向 给到带领 以色人出埃及 是否是时代方向 亚伯拉罕 当然命定了他 何时离开加勒比吴尔 那都是时代方向 其实贝增是时代方向 但是很少人会喜欢 等于我们说的 AI 他就是时代方向 就已经证明那个人 跟不跟从神 他没有反应 他已经不跟从神的领域 踢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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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 或者踢一踢一踢都不肯 或者反抗这种踢一踢 就是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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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就是十个贝增 所以神给的时代的带领 尤其是神所给的带领 永远都是贝增的 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 因为凡被神的令引导的 都是神的义智 存以实行公义 再不靠上恶事 随上帝律道理 宗敬伙伴测事 也未各差异 容我风情一指 努力遵守主志 靠着神话与尽心结理行业 全能上帝是我心中靠意 尝日半每天再开示 认得我心中的意念透湿 如广远太初 早已格选我 要我诚诚称义 配合时代计划点理事 我愿情奉我已清晴 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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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